新北市客家義民爺文化節記者會 大風國小學生結合了國際友人 演出國際多元舞蹈秀 象徵客家文化與國際接軌 因為客家族群散播全世界 以印尼來說有客家移民蹤跡 再加上宣揚客家文化 義民爺慶典不是關起門來的活動 而是要展開雙臂 廣邀多元族群參與的實際行動 舉辦義民爺文化節 剛才看到那個表演節目 其實那個跳舞的很多 是從印尼加官 印尼有將近600萬的客家人 因為全世界有將近1億的客家人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義民爺活動 真的辦成一種世界級的 這樣參與的話會越來越多 不是只有說 台灣的這個400多萬客家人在挑檔而已 大概是目的是這樣 客家文化結合現代舞蹈 南強工商表演藝術科學生 穿戴環保紙箱戰服 化身鄉民青年義勇軍 仿效鄉民起義的精神 以客家戰舞迎接義民爺文化節活動 並且由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 代表授與客家青年義勇軍 代表義民形象的黑令旗 象徵出征的授起儀式 來迎接各個族群參加客家義民爺文化節活動 我用我自己這麼多人來當警察的思維 我們都是講情講義 就客家人一樣 更重要的 讓他講一句話 我們都是友誼 我們都有非常好的友誼 只有友誼的凝固 友誼不變 友誼永遠存在 才會凝聚我們眾議的精神 106年新北市客家義民爺文化節活動 預計9月2號3號在永和仁愛公園 從現千人挑戰鳳範的客家應景精神之外 亮點還有全國首創AR 虛擬實境向義民爺祈福體驗 突破傳統以創新的方式 讓更多族群接受客家文化 中家新聞林立如李嘉豪板橋報導 中家新聞